贝利亚,最近听说你在光之国做了很多好事,怎么,你是想背叛我们怪兽军团吗? 对啊对啊,有时你就小赛罗,有时你还跟他们一起吃烧烤,感觉你不像是一个合格的怪兽了呢。 奥特曼们对我很好,我做了那么多坏事,他们就从来没有伤害过我,还和我做朋友。 不要说那么多了,你就去和奥特曼做朋友吧,永远不要回我们怪兽军团了。 贝利亚失望地离开了怪兽军团,小朋友们,你们认为贝利亚变成好人了,就给他送小红心,认为贝利亚还是坏人,就给他发狗头表情报。 宝大,你就这么轻易地放贝利亚走了吗? 贝利亚的实力是我们怪兽军团最好的,我怎么可能就这样让他离开怪兽军团? 等他获取了奥特曼的信任后,我会黑化他,到那时候,他不得不听从我们怪兽军团的命令。 宝大,你这招真够狠。 哎,现在怪兽军团把我赶了出来,我现在已经不属于怪兽军团了。 贝利亚,你这段时间做的好人好事,我们都看在眼里,我们一直在考虑,想让你成为一个奥特战士,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 真的吗?如果我能成为奥特战士,我一直会好好地保护地球,努力做一个好人。 贝利亚,恭喜你成为奥特战士,以后你可不要再欺负我的小伙伴了。 放心吧,小赛罗,我现在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,走,我带你出去玩。 说完,贝利亚就带着小赛罗去玩了,小朋友们,我们给贝利亚点点小红星恭喜他成为奥特战士吧。 宝大,我听说贝利亚现在已经成为奥特战士了。 好啊,我的计划可以开始实施了。 我要使用怪兽军团的能量,控制贝利亚,让贝利亚骗取小赛罗的奥特能量。 说完,托雷基亚就开始操作黑暗能量了。 这时,贝利亚和小赛罗正在玩游戏,突然贝利亚站在原地不动了。 糟了,有一股黑暗力量在控制我的身体。 被黑暗力量控制的贝利亚,一直围绕着小赛罗走来走去。 而此时小赛罗并不知道危险越来越近。 小朋友们,我们给小赛罗送点小红红替他加油吧。 小赛罗,我们的友情就到此结束了。 还没等小赛罗反应过来,贝利亚直接动手吸取小赛罗的奥特能量。 小赛罗,没想到我们怪兽军团还有这一招吧?再见了。 托雷基亚,小赛罗的奥特曼能量已经被我拿回来了。 托雷基亚高兴地手舞足蹈。 正在这时,赛罗奥特曼赶了过来。 贝利亚,刚刚让你成为奥特战士,你就伤害小赛罗。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? 这个不怪的,是我用黑暗力量控制的。 怎么,赛罗,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,就能把奥特能量拿回去? 你太小看,我们怪兽军团了吧。 哈哈,托雷基亚,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 这时,几个奥特曼也赶了过来,托雷基亚看着这么多奥特曼,心想打不过,就直接跑了。 随后,赛罗帮助贝利亚解除了黑暗力量的控制。 谢谢赛罗大帅哥,托雷基亚他们太可恶了,居然敢控制我。 回头我再找他们算账,我们先回去救小赛罗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